各位老师早 这个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英文论文写作 英文论文一天就上手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主要来跟各位谈谈 这个英文到底应该怎么读 那过去呢 其实这个呢 我不是英文老师 我也不是学英文出身的 但是呢 我在这个学英文的过程之中 倒还是蛮有点惊艳 所以今天讲的呢 可以说是我的实务经验 那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呢 有人会讲说 哎呀我又教统计 又跑来教英文 这个好像应该差很多啦 其实我以前在补习班教过英文 教Doc如何考TOEIC 那其实呢 我在硕士班的时候 那我们院长就跟我们讲说 各位同学 我希望各位同学出去以后 要具有竞争力 所以呢 你们的TOEIC如果没有考750分 就不能毕业 我那时候想 TOEIC是个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已经20年没有 10几 20年没有读过英文的啦 我大概从ABCD 我都评不太出来了 然后我就问我同学说 哎同学同学 TOEIC是个什么东西啊 满分是几分啊 那我同学就跟我讲 TOEIC满分990啊 我说你990考750 那考7成左右嘛 那 不是 就不是很难嘛 我说什么 我同学就跟我讲 我同学是不教大的 他就跟我讲说 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的英文是定标 我TOEIC考几分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我考620 我说哦 那意思很难哦 我说他就说 我告诉你 正常不要说读2年啊 我读10年你都考不过啊 我说哦这样子的话 那 那怎么样怎么办呢 他说没关系 我们这呢 我们全班都不要给他过 我就不相信他有办法 把全班都留下来 哎 大家的共识就是 全班都不要过 后来呢 我就想说 好吧 那既然大家都有共识 有恃无恐啊 对不对 那我就开始呢 可是我在想说 啊如果有一天你毕业了以后 可能那个英文还是会用得到嘛 那我说还是增减读嘛 那我就开始增减拿英文来读 那你也知道 我们读英文的时候 如果那个单字你不认识 你就会在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查出他的单字来 他就写的中文 你住在后面嘛 然后呢 你在读英文的时候呢 我读学就会走到我旁边去看 哎呦 大哥 report 叫做报告 你不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这是国中单字 你知道吗 我说哦 真的哦 那我看你 你不要读文字 你读十年你也考不过 你读文字跟读文字 你考十年也考不过 然后后来呢 我们呢 总是要读读文法书嘛 那读文法书 后我突然发现一些 好好 我从那天有发现过的事情啊 因为我以前从英文从来没有 读英文从来 再需要读英文啊 从来没有及格过 要能够及格也是60分那一种 然后呢 我就很兴奋 我就至少跟我同学讲说 诶我发现一点耶 原来形容词要放在名词的前面耶 啊我同学才笑翻了 诶拜托 这是common sense 你都不知道吗 我再修正一下 你不是考读十年 你读二十年你也考不过 我说哦真的哦 那就很逊啊 然后后来我读一读 诶我又发现很好玩的耶 off后面啊 要接名词耶 然后我突然被我吓一下 不是off后面要接名词 是接信词 后面都要接名词 哦真的吗 哦真的哦 我就看 也就是说呢 我连这种common sense 我其实都没有的 然后来我读了一年以后呢 我读了一年以后呢 我就想说 那我来测试一下 我的toic到底还差 750差多远吗 然后呢 我就跑去考考看 考试完了以后呢 逛博 哦 我的成绩刚好750 一分都不差 我的 那个阅读 文法部分呢 拿了370 可是我的体力部分呢 拿了380 也就是说呢 我的阅读部分基本上是均标而已 可是我的体力基本上是比较高标的 就 台湾人的水准来讲 380是比较高标的 然后后来我就700 那全班就跌破眼镜啊 想说 因为我如果跟你讲说 我读了一年 拖一个750就考过了 你一定认为说 我的基础一定蛮不错的 可是其实全班同学都知道 我的基础烂到不行 烂到骨子里面去了 可是居然呢 我一年以后就通过拖一个考试 750了 后来毕业的时候呢 全班只有两个人通过750 一个是另外一个女生 她是从小就 经常去出国去留学的 那考了900多分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好 那我们考750是第二个 然后呢 后来全班就讲 我要叫她 讲说怎么是读一年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读一年都可以了 那么还有谁一年啊 一定也可以啦 他们全都比我好啊 后来呢 我就把我的学习经验 写成今天这个讲义 当然这个讲义 已经经过好几次update了啦 然后呢 我就告诉她 我是怎么读 我这一年来 我是怎么读出来的 然后后来呢 讲久了以后呢 我居然呢 三不五时 就出去讲这个课题 然后我有一次呢 也是像这样子讲 以前就做了一个老师 我发现呢 我每次在举什么例子的时候呢 那个老师都能够回应我 他是怎么背的 那我想这个老师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像这一本书打开有多少单是你认识呢 如果你认识不到一半 那代表你的英文程度真的要加强一下 然后呢 那个老师是这一本书里面的英文单 他没有一个不认识的 而且他每个怎么背他都会背 那我就想说 知道这个老师是谁啊 然后后来呢 下课的聊聊天啊 他就跑来跟我讲 哎 张老师你这个讲的不错哦 他说哦 原来他是什么呢 他是全国的GME进入保持的 他说他读建宗的 读台大的 然后呢 德州大学回来的 所以呢 他说啊 你讲的每一种方法 他以前读英文的时候 我都用过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 可以整理成这样子来跟人家讲 就是整理成一条一条的 跟人家讲哪个方法哪个方法哪个方法哪用 可是呢 我用的每一个方法 他全部都用过 所以你看我说 我现在发现啊 因为聪明的人啊 聪明的人跟我们一般人的差别在哪里 聪明的人呢 他自己会有一套逻辑出来 那我们呢 我们没有那么偏才 我们没有那么偏才 我们只要等别人整理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按看这个方法来用 其实我们可以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呢 是什么东西呢 来很简单哦 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呢 就是 第一个 我们要读一看 我们呢 英文的听说读写 要怎么做 我的时辰呢 原来就是英文以内 英文以内呢 要让你呢 达到 蛮高的水准 比如说过去我们学英文 我们从国中开始学英文 学到高中 学到大学出来 齁 其实来讲哦 你知道吗 一个英文你要看懂一本英文书 像这种英文书啊齁 你要看得懂齁 齁 你需要看多少单字你知道吗 你大概需要多少单字 包括我们平常演讲的 你要跟人家聊天啦 你想刚刚要懂多少单字 才会跟人家沟通的没有障碍哦 一般他告訴员 要两万的单字哦 两万的单字 那中文如果要几个字 中文只要三千个字就够了 中文我们讲话讲来讲去用的字 大概不会超过三千个字 Advanced 所以为什么中文很难 我们三千个字 要講人家兩萬個字的東西啊 可是英文呢 至少要認識兩萬個字啦 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從國中讀到高中讀到大學 所修過的每一個英文字 你通通有背起來都沒有忘記 你知道 如果你沒有額外去讀英文 如果你不是對英文有興趣的人 你有沒有額外去讀英文的話 那請問你 你知道你會認識多少字嗎? 從國中到高中到大學 所有的單字 你都同來沒有一個字忘記過 根據統計 你剛剛可以認識五千個字 這是指 都沒有忘記喔 五千個字 也就是說呢 你即使讀到大學畢業 你的女題能夠閱讀一篇文章來講 還差得遠 所以為什麼 其實我們讀到大學畢業了 英文還是都很汗 因為你們單字量就不夠 你單字量不夠 你的閱讀就不會進步 你的體力也不可能進步 那你的講話這種東西 也可能還好啦 因為如果你講簡單句 簡單又指的也還好啦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 如果單字量不行的話 你大概就很難達到那個程度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告訴這位 怎麼背單字的 一開始咧 導致我們重點放在怎麼背單字的方法 然後這些背單字其實是有技巧的 有技巧的 而且呢 絕對不是像電視上在教的齁 不曉得你們看到電視上在教學怎麼清三個話 對不對 拜託那個東西很蠢喔 那個就是用什麼 中文 我告訴你 那個東西背不了幾個字 因為呢 你用中文久了又搞弄掉 那個中文字很不得已的時候才會用 我們用的呢 是非常標準的方法 因為呢 我們呢 我的教學方式呢 不是分對喜歡英文的人在講的 你要知道 什麼人會去教英當英文老師 就是 他通常就是以前對英文就有興趣的人 然後那個就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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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然後讀到碩士 博士對不對 所以呢 他來教學的時候 他會用喜歡教 喜歡讀英文的人的方式來教學嘛 然後你就會發現齁 全方五十個人裡面呢 大概只有五個人不知道他講什麼 另外十四五個都不講他講什麼 所以大概英文老師都沒有幾個人 可是呢 我是針對後面要四十五個人在講 因為我這個屬於後面要四十五個人 集中一個 我有點不曉得那個英文老師在講什麼 Please change your compound sentence into simple sentence 那講什麼啊 我連什麼叫 compound sentence 我連什麼叫 complex sentence 什麼都搞不清楚 那你叫什麼 compound complex 轉成 simple sentence 什麼叫什麼叫做形容詞詞句 什麼叫做名詞詞句 我根本都搞不清楚啊 對不對 然後呢 老師叫你這樣轉著轉句 那他就過啊 英文就亂拆啊 從來沒有及格過啊 所以呢 我發現啦 那這個東西是很好玩的 你一定要用 所以呢 我們會搞定英文聽說 你有什麼準備 然後呢 其實我們用到最多的方法呢 就是自首自根的記憶吧 那有人說自首自根記憶 我知道啊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背過自首自根自為的話 你會發現自首自根自為 就像我們中文的部首一樣 你說我們中文的自首部首裡面 它都有它的意義存在嘛 只是說我們中文用久了 我們其實沒有跟背一個字部首嘛 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字裡面有背殼的背 那因為以前用背殼不交易嘛 所以有背殼的背通話都跟錢有關 所以像戶的戶 戴口的戴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下戒的戒 下戒的戒跟錢有什麼關係 因為錢只有一點點啊 不是嗎 背哥哥不是錢的一點點嘛 所以這樣聯想就有了嘛 所以其實老外中文要學的話 應該要學我們的部首 可是其實老外其實對自己 老外自己他也不會自首自根自為 因為他用英文就用習慣了嘛 所以當中的英文老師呢 也不會去背自首自根自為 因為他覺得方法很準 可是呢 我們今天呢 因為我們都是英文普通通的人 所以我們呢 要學習那種老外中文 沒有任何環境 因為你也不是非常喜歡英文 所以你也不會讓你每天不跑在英文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要告訴你是 如何利用最短的時間內 至少達到中上以上的水準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 自首自根呢 是我們今天要背的東西 但是 自首自根如果你背過的話 你會發現它更難背 因為它根本不是字 它也字都不是 它更難背 所以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特殊的方法去記這種東西 其實讓你呢 五秒內呢 就能夠把這單字記起來 而且呢 告訴你 想忘記都很難 忘不掉背成是你的噩夢 好 你記起來以後呢 這一輩子都不會再忘記了 好 那你寫的英文老師 你問他說 老師我這個字怎麼背 他就說 就是背個五遍 十遍 二十遍 你就背起來了 然後背ditching ditching ditching 不管要重背 對不對 那種史記的方式 就是交給司馬千好了 跟我們玩 這司馬千才用史記啊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所以不要去背 那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 自首自根自我什麼 背才會快 而且呢 告訴你 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種 學習就是要有趣 才會學得起來 不有趣你就學不起來了 然後呢 大人會有其他的聯想法 字標 這些都是輔助 以下每一個方法進入都是輔助的方法而已 都是輔助方法而已 最主要還是自首自根自我 那常用的自首大概100多個 常用自根大概300多個 合起來呢 就可以組合成幾萬個單字了 幾萬個單字 就突然間你就背起來了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你怎麼背 那麼呢 當你這些單字你都會了以後呢 我們最後呢 就要告訴你 英文的paper通常是怎麼寫的 然後呢 他呢 要怎麼去看那個英文的paper 你重點要看一paper來的 你不是從第一行讀到最後一行啊 一篇21的paper 如果這樣從第一行讀到最後一行 那要花多少時間 基本上花太多時間了啦 沒有的 從第一行讀到最後兩個 先看重點 哪些重點先看 我們等一下下午就會談到 那個一個被panel出來的時候 哪些重點是你要先看的 然後呢 如果利用搜尋來找到你看看的東西 而不是從頭讀大尾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整理文件 我們一篇論文裡面呢 大家我想如果你寫過論文的話 你發現最痛苦的就是文獻整理這一塊 文獻整理搞不好整理了 一個月 兩個月你還整理不出東西來 我告訴各位怎麼樣 在一週內整理出一篇文獻出來 然後呢 你會知道 你要投稿哪個期刊 你通通都會知道 那怎麼要找到重要的文刊 因為有的人會告訴你 你文獻哪要找那個SSCI的啦 或什麼能力大隊對不對 但是 我說你找這個期刊 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SSCI啊 難道你每個期刊都要去找它 是不是SSCI嘛 你也搞不太清楚嘛 那我們告訴你 有一條容易的方法 找到全世界最重要的文獻 直接拿來用 這就是我們今天整天 大概要報告的內容 然後那我們一開始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那到底你學習英文單字呢 一開始從英文單字開始嘛 那英文單字來講 你看喔 這些是 也不是非必要啦 一定說要啦 比如說 我覺得今天 因為我們背英文單字的時候呢 最怕背到什麼 背到不常用字 可是其實你也找不去哪個英文單字 常用哪個英文單字 不常用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 走在路上看得到的每個英文單字 就是常用字 比如說你走到一家餐廳前面 上面寫著restaurant 然後你從來不知道restaurant 什麼意思告訴你 那個字可能一查出來什麼意思 你一查出來就知道那個餐廳 把它抄在紙上 或者是如果有電子字 你把它存在裡面 那個要附信 告訴你那個字叫餐廳 你去吃 吃那個吃到飽的 上面寫著buffet 如果你不認識那個buffet這個字 你就去查一下 喔buffet原來就是屬於那種 可以吃到飽的 你就知道像是 這種吃住餐就叫buffet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字應該要對 其實台灣裡面 你去跟他走到路上 很多地方都有那個中英對照嘛 所以如果那個中英對照你還不認識 我告訴你 那個代表你認識的字太少了 那個你應該要認識 因為那都屬於常用字 所以那個都是你要背的 所以你要把它記起來 包括看電影 電影的一片裡面被記過 我有一次人跟一個老外講話 我就講到一部叫做 他就講到一部 那時候講到就是 那個剛好發生一件什麼事啊 那個不是有一個叫做 那個不是跟那個女的搞外遇啊 那個議員啊 就是台北的議員嘛 叫做什麼 反正忘記他的名字了 然後他就覺得那種女的 甚至是他賠償掉下來的禮物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 有一次剛好跟那個老外聊到 賠償掉下來的禮物 我就說 我賠償掉下來的禮物的英文怎麼講 你知道啊 The gift from heaven 不是啦 他有一個英文單字叫做 Saring Depth 然後我就跟他講 Oh my god The girl is a Seren Depth Oh my god 嚇死了 他說怎麼 怎麼會有臺灣人認識這個單字啊 他說這個單字很冷門耶 怎麼可能會有人認識啊 他說 這個就是一部電影的 電影嘛 有一部電影的電影就是 那兩個在Nubin 那兩個N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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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女的交往 那個女的說 如果我們永遠的話就會再見面 所以就在一張 在一本書裡面簽約她的名字 然後他在超標上簽約她的名字 就是說如果我們拿到對方的這個 超標跟書 就代表我們有緣 對吧 那一部電影 那一部電影的英文片名呢 就叫做Saring Depth 就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那你還能 因為我看過那個電影 然後我跟英文都背起來了 然後後來用出來 我打過電影 你簡直是神啊 怎麼可能 台灣有人認識這種單字 然後像最近呢 有一部電影叫做什麼 有一部電影叫做 極樂世界對不對 你就給他看那個英文單字 寫著說 Enalysian 所以當然你大概看 你都背下那個單字了 所以說你看 像這種英文片名呢 他就是一般大概都是比較 有機會用到的一些字 所以你大概就是要背他 好 那麼呢 編子字典也好 小卡片也好 這個只是要記錄那些 那些可能常用字啊 然後接下來呢 工具書至少一本 你看我用工具書 工具書就是能夠拆解 字首字跟字尾的書啦 也就是說呢 英文字它是由 字首字跟字尾三個部分去組合的 那就是你要有一本書 是能夠拆解 字首字跟字尾的書 等一下我會考慮有什麼書 可以啊 然後甚至於呢 你要有一本字典啊 最好是有一本字典啊 那個字典呢 它本身是可以拆解 也就是說 那個英文字呢 它比較可以拆解成 字首字跟字尾的啦 不是每一本字典都有這種功能喔 少數的字典都有這種功能而已 像這一本就有這種功能啦 這個什麼 像這一本書就有這個 英文字首字跟字尾 連響詞典 這本書它就有拆解字首字跟字尾的啦 這個是漢音字典啊 那英漢字典啊 所以這本書還是 這是中文的啦 那實際上如果你要看的話 各位稍微看一下這個 這是那一本書啦 英文字跟語言 等等 然後呢 這一本的是英英字典啊 這是微軟書的啦 像這一本書裡面喔 其實這本沒有很貴喔 這本是有29塊美金而已喔 那這麼大一本的29塊美金 其實不算貴喔 然後呢 像這些書呢 你就是看到那個單字你不認識 你不要急著去背它 先把它查出那個字的字跟字尾是什麼 字跟字尾是什麼 然後再背它 那怎麼背呢 就是我們底下要介紹的方法 好 那麼呢 光是背單字 有什麼意思呢 光是背單字 就是不會讓你看的文章啊 對不對 也不會讓你的聽力變強啊 也不會讓你的閱讀人命變好啊 但是呢 單字就是一個基礎嘛 那怎麼樣才會讓你的 聽力各方面都變好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 你的閱讀要你一定要變強 你一定要看文法書啊 那文法書 市面上的文法書很多種啊 一堆像翻一樣啊 根據我的經驗 看來本最好 看這一本最好 學年又文法書啊 英文文法書這一本啊 就是這一本啊 就這一本啊 就這一本啊 就這一本 這一本呢 好處在哪裡呢 不過這一本已經絕版了 這本是經典出版社出的 那因為經典出版社倒閉了 所以它的版權就一直都卡在那邊 所以這本書 從十年前就絕版了 所以說你也找不到這本書了 可是呢 有善心人士呢 有善心人士呢 把它呢 轉成電子版的啦 所以呢 你只要網路搜尋一下 你就會找不到這本書的電子檔啊 好 所以這不是問題啊 那這本書呢 一般我們以前讀英文文法書呢 它一定會列出很多規則吧 然後這些規則後面就會加以下例外 對不對 那你到了以下例外你就過了 因為呢那個以下例外你永遠搞不清楚 然後你背了以下例外以後呢 連前面的規則你也忘了 所以那是因為你永遠讀不好 這本書裡面的序裡面的開宗明義 它就跟你講了